相信大家对于投胎的说法都不陌生,虽然不知道是真还是假,但是从古至今像这样的传说一直未曾终止过,对此,佛给我们找到了答案,子女投胎到你家并非偶然,之所别人能成为你的小孩,认你做父母,这都是缘分,在作怪,为什么孩子会偏偏投胎到你家呢,为何不是投到别人家? 如果你与子女没有缘的话,就算是面对面也会不相识,比如孩子在小时候就会遭人拐卖,从此与你分道扬镳,再也无缘相见,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。 关于投胎的说法,佛告诉了我们四种缘,缘分不同,家长与孩子的相处情况也会有所不同,下面小算就与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这四种子女缘,以为人母或是人父的你可要看清楚老,孩子认你做父母到底是基于何种缘? 是善还是孽缘,第一种缘,报恩,在过去的人生中,你对孩子有恩,并且你们非常有缘分,这辈子孩子投胎便是来报答你的对他的恩情,像这类孩子往往比较省心,聪明可爱,听话懂事,并且十分的有孝心,你的晚年生活,孩子也会照顾得有条不稳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大家广结善缘的根本原因,你是给别人的恩惠越多,将来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,第二种缘,抱怨,上辈子你与现在的孩子是冤家死对头,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,孩子之所以会投胎任你做父母,是因为他是来抱怨的,甚至是报仇的,你可能不相信哪有孩子是来报仇的呢? 如果你家孩子从小就不听话,大一点有主见了,就到处惹事,搞得你家不像家,因为他钱财耗尽,像这样的孩子就是来抱怨的,或许你会认为这都是没有教育好的结果。 现在不听话的孩子多了去,难道都是来报仇不成,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?这就要问你在生活中是乐善好事多呢?还是总想着去占别人的便宜的时候多呢?相信很多人都会想着怎么去占便宜,对于钱财方面过于斤斤计较,道理亦是如此。 第三种元,讨债,上辈子你欠了孩子的债并没有还清,这辈子他要来找你要债,要够了他便会离你而去,欠得越多那他就讨得越多,通常情况下欠得少的,一般孩子在三到四岁那样子就因为某些事情离你而去。 比如,事故,疾病等,要是欠得多的话,那就到孩子十一二岁甚至是大学毕业后离你而去,让你痛不欲生。 第四种元,还债,有讨债的自然也就有还债的,像这种缘分就有点类似是来报恩的,不过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,如果是孩子欠了你的债,欠得多的话,那么他长大以后便会给父母优越的生活,让你安享晚年。 而如果是欠得少的话,成大以后,自然而然也就不会给予你太多,每个月少的可怜的生活费,有时父母你还要倒贴到孩子的身上。 佛说,如果你与孩子没有任何的缘分,他是不会来任你做父母的,可见,你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,其实命中早有注定孩子有没有出息,听不听话也都早有定数。 如果你想把孽缘转变为好的缘分的话,那你就要教孩子相应的伦理、道德等,才有希望化解你所积累下来的冤债,要把这些孽缘转变成法缘,叫你要好好地教他。 教伦理,教道德,教因果,教成父,把过去这个冤债都给他化解,变成法缘,没有定法,法无定法,看你会不会转变,这个道理。 咱们中国老祖宗早就知道了,所以老祖宗重视扎根教育,扎根教育就是转变这个缘,所以缘不是不能变的,能变,你这一教一转变的时候,你对他就不施大恩大德了,为什么? 他本来是报恩,抱怨,讨债,还债的,你现在一下转变的时候,叫他变成贤人,变成圣人,这个恩德多大,来当你孩子的人,可能是透过与你的亲子关系来解决累世的纠缠。 累世纠缠各有不同,假设你有两个或三个小孩,其中有一个小孩和你的累世姻缘比较助缘,你会发现这小孩很贴心,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带领你, 他脾气比你好,他比你懂事,甚至可能是你的恩人,你的良师义友,你跟这一类的孩子在过去累世的关系中,基本上是彼此互助合作而成长的,你也会发现有些小孩特别会找你麻烦,你这辈子都在为他烦恼,即使走到生命尽头都还放不下,虽然他带给你烦恼跟痛苦,可是在你心灵的某一个角落,你会觉得其实跟这个孩子最亲, 因为他是你这辈子最艰苦的功课与挑战,你这辈子要成长,可能就必须先搞好跟他的关系,家庭是最扎实的道场,你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关系搞好,有办法跟自己的先生太太亲密关系搞好,还要有办法把跟孩子的关系搞好, 这三个关系能够搞好,你会开始慢慢把你的爱传达出去,传到周遭的邻人,朋友身上,许多父母教育孩子,往往过度保护,过度干涉,过度期望,这对孩子的身心都很不健康,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正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最健康的父母,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过程当中,不止孩子要学习,父母也在学习,而且父母的学习没有比孩子的学习还少, 我们都是在借由当父母来学习怎么样当父母,好父母的第一要务是把孩子当作是独立自主的个体,你生下来的孩子并不属于你, 他是借由这辈子与你成就一个亲子关系而来互相学习的,他是投胎来跟你成就一段亲子关系,以完成灵魂上的一种成长和彼此情感的交流, 你一定要用一个很宽阔的观点来看这件事,孩子是来陪父母一同成长,从道教的观点来讲,孩子其实不是父母的, 他有自己的个性,有自己的独特的人生观,有他自己所有转世的历程,还有他内在生命的智慧, 如果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上面没有看到这一点,就会不断爆发冲突,因为在整个观念里面,当每个灵魂要来投胎时, 他大致已经对他想生存的这个年代,环境等做了调查,所有信息都已经储存在他的潜意识中, 父母要成为孩子的踏脚石,而不是绊脚石,要信任你的孩子,他赶来投胎,就表示他有两把刷子, 他赶来当你的小孩子,就表示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,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出端倪,也许他们现在还好吃懒做, 但是请记住,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,所以我们要给予的是机会,关心,爱,还有信任, 你给予这些愈多,生命就长得愈好,真正的爱是告诉孩子你会做得很好, 而不是不断地去伸出援手,你开始让孩子为自己的生命做决定,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活得很开心, 做决定的时候,他学会思考,学会判断,一个真正的亲子关系是无条件的关系, 父母为孩子付出,不需要回报,如果你想把孽缘转变为好的缘分的话, 那你就要教孩子相应的伦理,道德等,这样才能化解你所积累下来的冤债, 让一家人平平安安,其乐融融,请您转发分享,福生无量, 那些刚结婚,还没有孩子的朋友总会听到别人这样说,什么时候要孩子, 打算要几个孩子,好像孩子什么时候出生,能生几个似乎是本人可以决定的, 但其实人这一生能拥有几个孩子早已命中注定,看似生孩子的是父母, 但其实决定权并不在父母身上,还有一些人特别想要孩子, 但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生育子女,这种人总会特别羡慕那些育有子女的人, 总羡慕他们命好,而在佛学看来,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佛学讲究因果, 每个人这一生有没有子女缘早就已经注定了,有一种非常温暖的说法, 说孩子在天上选自己的父母,其实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说, 能够成为你孩子的人,与你之间有着非常深的缘分, 有这样一个故事,一对夫妻总也生不出孩子,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,夫妻两个身体都很正常, 可不管怎么样,就是生不出孩子,最后实在没办法, 他们就去寺庙烧香拜佛,希望佛祖可以保佑自己生下孩子。 因为没有自己的孩子,这位妻子非常难受,身体也每框愈下, 一直到后来,他遇见了一位僧人,僧人看了一眼之后问道, 你是不是很想要孩子? 妻子非常意外,可又很无奈,虽然我想要,但生不出, 僧人听到之后告诉女施主,你的身体没什么问题, 也不是你生不出孩子,而是你这一辈子和子女没有缘分, 女施主不明白,又继续问道,为什么会这样? 僧人告诉女子,上一辈子有个孩子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你, 可在他遇到难处的时候,你却没有帮助他, 原本你们之间有缘分,可正是因为你的做法, 孩子在投胎时选择了别人。 这种说法看似非常玄妙,但从佛学角度来说,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因果循环, 我们这一世所获得的果都是上一世所种下的因, 而且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父母有缘分, 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被迫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, 长大之后和父母的亲子关系特别糟糕, 可以说孩子和父母之间不同的缘分, 也决定了亲子关系的如何, 有些家长会发现自己孩子特别乖, 平时做作业不用催, 有时还会帮自己做家务, 这种孩子对于父母来说就是来报恩的, 也许是你上一辈子帮助过的人。 这一辈子成了你的孩子来报答你, 这种孩子小时候不会让父母操心, 长大之后还会孝顺父母, 还有一种孩子是前世对你有诸多怨恨, 如今到了这一世成了你的孩子来发泄心中的不满, 遇到这样的小孩, 家长都会非常头疼, 但只要他们把心中的不满发泄之后, 一般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, 之所以不开心, 是因为没有人可以体谅他们, 面对这样的孩子, 家长一定要用最大的耐心和包容去对待他, 软化他们心中的仇恨, 用积极向上的态度去教育孩子, 让他们变成更好的人, 还有一种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缘分, 称之为孽缘, 有可能在性格方面特别糟糕, 长大之后会做各种让你擦屁股的事, 面对这样的孩子, 你一生都在不断为他付出精力, 也有可能身体不太好, 或者早腰, 会让你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, 他们的到来会让你人生变得非常痛苦,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孩子, 要想把他们养育成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 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耗尽了金钱和精力, 家长对待子女不要总是打骂, 一定要多付出多包容, 这样子女对你才会产生感激, 孩子与父母来说就是债务, 如果你们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, 那么他也不会成为你的孩子,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这辈子都会结婚, 并且育有子女, 在佛教看来, 孩子的出生就是投胎转世而来, 正是因为子女和父母之间有着血缘关系, 孩子的行为会影响父母, 父母的行为同样也会影响孩子,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缘分早已注定, 如果你想让孩子将来变得更有出息, 想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好, 那么就要让孩子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, 培养良好的性格, 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, 这样一家人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。